大家好,欢迎来到克罗伊超花星 今年我一共种了20一株大卫奥斯汀的玫瑰 7颗是藤本玫瑰,14颗是灌木 大部分都还是小苗 但有几款已经开始开花了 譬如爱马汉米尔顿夫人 这是大卫奥斯汀的经典代表之一 我很喜欢它的花形和花色 明年打算种一颗汉米尔顿夫人的藤本版 还有瑞典女王 听说在亚洲很喜欢装树的瑞典女王 是我种植的这一批裸根里长得最慢的 现在大约只有50公分高而已 居然已经开花了 它的美貌果然名不虚传 其他地质的大卫奥斯汀玫瑰还在孕育花苞中 盆栽的玫瑰第一年通常会领先地质 我盆栽的大卫奥斯汀玫瑰已经开花的有 苏珊威廉爱丽丝 它的纯白花瓣有着像皱纹纸一样的质感 波浪边缘让它增添了柔美的感觉 三月初才种下的戴斯德蒙娜也已经开花了 中心是粉色的白色包子型花朵 有小药的韵味 另外就是与戴斯德蒙娜同一时间种下的安妮克城堡 当初我拿来示范如何盆栽裸根玫瑰 没看过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方连结观看那一集 只经过了两个月的生长 安妮克城堡已经开花了 它应该是多头风花的 只是我的苗还太年幼 拼了命开出几朵花让我先惊艳一下 它们是真的很美吧 可是我在社团分享了以后 发现95%的人都在谈论玫瑰下面的小草花 这些粉白紫相间的一年生草花 叫三色井 英文是Viola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 种玫瑰可以套种其他花草吗 答案是 当然可以 它们被称为半生植物 种玫瑰可以用哪些半生植物呢 以所在地苗圃贩售的花草是最适合的 会在苗圃贩卖代表它们很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 半生植物只是点缀的配角 希望不需要为它们太伤脑筋 我最常拿来与盆栽玫瑰混种的是三色井 第一我很喜欢它们的长相 它们的颜色种类繁多 可以根据主角玫瑰的颜色来搭配 也可以和花盆颜色及风格来搭配 选择非常有弹性 因为我喜欢三色井 我的花园里一到春天就种满各种颜色的三色井 虽然说它是一年生草花 但其实它很容易结种子 如果盆土不换 第二年又会自己长出新的植株 当然不会像心中的一样整齐饱满 所以我一般选择每年重来 第二种我常用的半生植物是 矮性牵牛 Petunia 跟三色井一样 矮性牵牛花色也是极其众多 有单一颜色的 条纹的 斑点的 这个矮性牵牛有一个诗意的名字 叫夜空 就像繁星点点的夜空一样 矮性牵牛是多年生的植物 秋天将近时 矮性牵牛就会枯萎 剪去枯黄的枝条 第二年春天 它会再长回来 听说它极易牵插 我是没有牵插过 需要补充时会从苗圃买小苗回来 矮性牵牛是我花园中应用极广的草花 因为很容易种植 颜色缤纷多彩 我每年都将它们与其他木本植物搭配 在主角的植物还在孕育花苞或花季过后 花季超长的矮性牵牛就装点了花开的空档 第三种是香雪球 Sweet Alyssum 这是一种你只要买过一次 就会在你的花园赖着不走的一年生植物 虽然是一年生 自我繁殖力却超级强 若不加以拔除整理 它会战胜花园里其他一年生草花 让别人都绝肌 只剩下它生生不息 香雪球原生于地中海沿岸 它有白色紫色红色粉红色 我花园里最多的是白色 它是苔草的一种 所以长得很矮小 非常适合做地背植物 第四种是天竹葵 Geranium 我原本对天竹葵不是太有兴趣 因为它有一股难闻的气味 也有很多人喜欢那个味道啦 还有它的花不是很吸引我 那为什么我会开始种天竹葵呢 因为我有一颗粉龙千叉苗 大约已经一尺高 我种在这个位置 上面也已架好花竹 下地两周后 有一天突然不翼而飞 查看家用监视系统 只看到每周附属一家子走过 虽然有些朋友坚持是人偷的 又有说是地鼠 最后我还是查了资料 决定种植天竹葵 大部分的鼠类都不喜欢天竹葵的气味 所以我就包色 把每种颜色都种了几颗 最后发现其实它也不难看 而且还能防虫害 第五种是杰梗科的六贝利 英文是Lobelia 我找到的六贝利有白色 粉红 红 还有我喜欢的蓝紫色 它的高度不高 低于十公分 我觉得它小巧的花朵非常可爱 它也是我会单独种植在花盆里 当观赏花卉的一年生植物 它很容易有种子繁殖 可以用摘芯的方法让它爆盆 可以达到只见花不见夜的效果 第六种是我喜欢到迷恋地步的月见草 Evening Primrose 柔粉色的单瓣花朵 薄如蝉翼 在风中摇曳的模样 有一种我见有脸的感觉 它大约十五公分高 一样会有种子自我繁殖 种过一次就一劳永逸 最后一种是我最近才开始实验种植的鼠尾草 这是今年在Costco买到的鼠尾草品种 叫海市圣楼 Sylvia Mirage 我喜欢它的紫色 紫色比另外热粉红和红色都受欢迎 一下子就抢购一空了 希望能将它们种成一片来衬托玫瑰 有一个题外话我觉得值得说一下 从苗圃买回来的小草花要尽快下地或换盆种植 千万不要摆超过三天 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吧 草花买回来暂时没时间种 虽然天天浇水 摆了几天就赶死了 育苗盆通常不大 根系在盆里早已长满 甚至跑出盆底排水孔了 盆里的土非常少 浇水时大部分都从盆底漏掉 缺少土壤来保水的根系 根本吸收不到水分 那就是它们无法在育苗盆里活太久的原因 种植时要将底部纠结在一起的根系剥掉一些 将被盆限制而缠在一起的根 尽量拉松 这样才能让土壤跟根系密合 利于吸收水分和养分 种好以后立刻浇水 这样可以消除阻绝根系与土壤的气泡 前面说了我会利用的半生植物 也说说我绝对会避免的半生植物 第一个就是大魔王薄荷 薄荷很实用 但是它非常会窜根 它的侵略性会让原本是主角的植物销声匿迹 第二是牛制 和薄荷一样 买过一小盆就满园都是它的足迹 还有一种绿植叫五竹 Springery Firm 我恨不得这辈子从没见过它 我和我家老爷挖了十几年 还没将它清除干净 今天就这样啦 下次见 留言告诉我们 你都用哪些半生植物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请不令订阅